其實每一個示威者 如果你真正接觸他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故事 每一張臉都是你難忘的臉 你接觸他 很多時候 年輕的學生 各方面來說 他見你的時候 很勇敢 坐著 你再問他 你怕不怕 他想一會 然後很小聲說 我怕 你又再問他 你怎麼打的 因為去到那些環境 他就是不打你 很現實的 地方你全部不熟悉的 你每走一步 有人搭著你的肩膀 有七個人圍著你的 在一個三十呎的房間 有六個人圍著你的 這些未必是威迫的理由 但是他不成王城 那些很小的 很多時候 另一件事 我很不開心的就是 他就是 到最後他給你擔保 然後他出了一個數目 是很貴的 八千 五千 但是很多人是說 他本身家裡 家裡籌都籌不到這筆數 你跟他說 我們怎樣幫你忙 或者家裡的朋友 叫他通知家裡的朋友 或者怎樣幫忙 你很容易看到 然後他拿著你的手 就開始哭 是不停不停地哭 而且哭到是 我試過是 我可不可以抱著你哭 是很淒涼的 每一個都 每一個在裡面來說是惶恐 不安 而且隔了很久 才可能見到律師 見到律師來說的話 你又要看看 那個環頭 看看各方面 你要等很久 所有這些人來說 我覺得不是 我們所熟悉的法治制度 下面的法律保護 我們知道好像兒童的 保護兒童的 他們甚至12歲 你們香港兒童不屬保護的 你可以在罪行這樣 捉了他們生而打的 香港是這樣 我是很不明白 他是怎樣可以控罪 如果你上庭 你看一下 他們的控罪陳述書 是空無一物的 只是說什麼時段來講 在那區是有非法集結 是有暴動的行為 而被告一到十四在現場 但是沒有說一到十四在做什麼的 沒有的 這個就是控罪書 那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覺得是不停地會自己問 我們的法律制度還有多少 我們的法律制度 在現場的濫暴 那個濫暴不是拘捕的步 是暴力的步 我是沒有見過 你就是對待 以前對待黑社會的 都不會說抓到那個黑社會 然後四個人一樣打他 他們是香港市民 他們都要人權的 他們不只是人權 他們是香港市民 就是你可以說不同意他們爭取的目的 我相信警隊一定不同意的 是不是 香港政府一定不同意的 是不是 但是他們所爭取的東西 我真的想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完全是為香港好的 如果在別的法律體系 我們是一種說法 是法益平衡 如果你爭取的法益 是被你犧牲的法益 是大很多倍來說 你是全部對的 就是在我們的普通法下面 也都有同樣的理論 是說 如果是為了公眾利益的話 是可以是不檢控他們的 這些 全部是可以考慮的條件 但是我現在只見到是濫暴 拘捕的濫暴 濫暴 暴力的濫暴 而且是那些罪名來說 是千篇一律的 而且他們的起訴書 戴上庭的起訴書 全部是標準方的 有什麽可能 你的起訴書全部是標準的 你不是每個人不同的嗎 全部不是的 現在的東西 現在還有一個情況 當然沒有辦法證實 就是很多打死 像我們見到打死了 現在突然多了很多自殺案件 這個又怎麽樣去找回一個證據 是不是打死算自殺呢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一定在證據方面 所以是要拼命搜集 但是另一個問題也都存在的 就是 市民有多少能力去搜集證據呢 譬如在法律理論來講 我們可以進行私人檢控的 但是有多少能力可以進行搜集證據呢 我經常所講的 我覺得暴力來講 是看現實的 現實的暴力 警隊說他們都有傷了百多天 但是很簡單的 你拿你的傷勢出來看看 手指 自己被胡椒噴霧噴傷了 有誰放假 但是現在醫管局來講 到今天為止 你怎麽不把所有的受傷的個案拿出來 你如果說是私隱的話 很簡單的 你不需要拿他們的名字 也都不需要講他們的任何性別 只要講他們年齡是多少 然後他們受傷 讓我們知道 現實是怎樣 如果知道現實來講 你就可以知道哪方面只是暴力 這是很客觀的事實來的 是啊 那你自己在這段時間 所付出的時間 跟以前比較怎樣 是什麽可以堅持下去的 我們所付出的時間 是沒有自己的時間 就是電話一響 就差不多 就要問在哪裏 然後搜集資料 就盡量團隊分出去的 因為我們覺得在香港 現在的香港 每個人都要在自己的崗位上走多幾步 當年輕人在前面走那麽多步的時候 我唯一可以對得住我自己 我覺得自己的良心是舒服一些 我覺得我是爭他的 我覺得團隊都是爭了那些年輕人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些走多幾步 那是正常的生意不做著 是盡量去支援他們 因爲你去到的時候 你可以見到他們的安心 見到他們的笑容 見到他們鬆一口氣 那麽亦都是 我希望我們去到之後 是最少他的法律權益得到一點點的保障 是能夠是每人在自己的崗位走多幾步 我實際上 我自己很慘愧 我沒有能力走去前市 和他們在一起 只有在自己崗位做得最好 這個是所有團隊的心聲 但是你自己做這個方式有沒有壓力 你做這個方式有沒有受到壓力 揮出去 每樣東西都揮出去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揮出去 每個人都 還回自己的良心 找回那個良心 你簡直沒有說你們很出爆 他不夠膽 但是當然有閒言閒語 閒言閒語就說 哦 律師呀 很黃的 這些 什麽 就是有這些東西聽 什麼呀 一定的 大家 寸步不讓 永遠是 寸步不讓 我們寸步不讓 是堅持就堅持 如果你拖得我久 我就跟你說 我來了15分鐘了 你幫我記下的 有任何事情這15分鐘發生的話 我帶你上庭的 你給我解釋 15分鐘了 我一分鐘一分鐘就跟你計數 我不會 全部不讓 因為你會感覺到 在法治的彰顯 就是在最危險 最黑暗的時候 然後才可以彰顯到法律出來 希望我們能夠把這些光芒 仍然是發射出來 香港仍然是一個法治之道 所以感動不讓 大盤很明顯 接著 是